幸好他反应得快 反应了过来 马上话音一转 那晚上 某人还被拍到了和前女友搂搂抱抱 不算是给我找麻烦吗 哦 也不对 初恋不算是前女友 那是特殊的那种 他突然地翻旧账 翻得思辰一下子没了脾气 那是一个意外 以后不会了 令安心瞥了他一眼 暗暗地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买买皮的 差点就被套出来了 要是安然在星号工作的事情 被套了出来了 那以某人性格 肯定会很快地查到陆志昂也在星号 还就成了 星号的执行总裁了 他的顶头上司 令安心无比地头疼 来去还是得解约 等到他拍完手里的这部电影 一定要让珊妮 马上帮他解约 他宁愿赔上违约金 赔个倾家荡产 他也不想再把自己弄得这么的被动了 一想起解约 安然灵娜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 他就烦得要命 率先站起了身 揉了揉太阳穴 我累了 我先进去睡一觉 你送金主去解毛吧 等一会儿我睡醒了 你们要是还没回来 我再去接你们 他的意思是 回来了就算了 司辰收拾好了医药箱 重新关好 当着他的面 就把医药箱放在了一个 他平时经常用的抽屉里 回过身说 以后记住 东西就放在这里 要用自己拿 嗯 我让佣人去送狗去洗澡 我留下来陪你吧 哎 别 金主今天要打预防针 他胆子比老鼠还小 你还是陪着他去好了 林安心 还是不放心自己养他的狗 四尘知道他是喜欢这条金毛 也就没有继续推脱 嗯 也可以 那我就送他去 你晚上想吃点什么 我帮你带回来 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吃什么 他指了指自己的脸 但疼疼的说 随便帮我买点没有色素的东西回来吧 我不挑 他现在这个样子 也别指望吃有颜色的东西了 有伤口 吃酱油很容易色素沉着 在脸上留下了痕迹 该死的 灵娜那个女人够狠 下手之前 绝对是想要毁了她的脸 要不是她闪得快 脸上的伤痕再被她抓得深一点 十天半个月的都好不了了 但愿以后能够结痂吧 好歹能够用粉底遮一下 免得被记者拍到了 又要写她 被家暴了 司沉见她满脸的疲倦 也没有再打扰她 你去睡吧 剩下的交给我 灵安心打了一声哈欠 转过身进了卧室 一边挥手 一边说 麻烦你了 进住大人 这懒洋洋的语气 就跟妖精似的 在人的心尖上撩过 司沉的眼神一暗 阴忍住了那一瞬间的冲动 嗡了一声 细心地帮她关上了卧室的房门 这才垂下眼瞼 漆黑的桃花眼里 闪过了一丝利气 那利气 就跟刚刚发现 灵安心身上的伤一模一样 她掏出手机 给助理打了一个电话 去查一想 灵娜是怎么一回事 是 司少 手机那头的人训练有素 一句废话都没有说 就挂断了电话 去办事去了 十分钟之后 关于灵娜是怎么被包养 又是谁找出来拍的 灵娜又怎么会找上灵安心 说是灵安心干的 这些资料 全部都发到了她的手机上 司沉低头 迅速地浏览着手机上的资料 博春就命成了一条直线 这个时候 她的手机响了 司沉拿起了手机 放在了耳边 喂 司少 您要的资料 我已经发到您的手机上了 您看到了吗 是刚刚的那个人 司沉心眸冷峻 嗯 看到了 司少 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那个人很了解 司沉对灵安心的忠实程度 直接就问 他接下来要怎么报复 雍容雅致地 跟中世纪的贵公子似的男人 博春勾起了一个不怒自威的弧度 如同是嗜血的恶魔一般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两个小时后 星号娱乐宣传部的电话 再一次被打爆了 不过 这一次不是冲着 刚刚被爆出丑闻的琳娜来的 而是冲着星号的另一个王牌 影后陆青莲来的 星号娱乐这几年简直是命运多舛 旗下的三大王牌 就有两个 一前一后的被爆出了包养的丑闻 琳娜被狗仔拍到了 晚上约会有妇之夫 在车内激情热吻的新闻 还没有公关下来 紧接着 陆青莲也被爆出了 和有妇之夫关系暧昧 和琳娜不同的是 陆青莲没有被拍到 关键性的证据 可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有人不知道是从哪里摘到了 她和一个中年富豪的微信截图 直接就让八卦给爆了出来 陆青莲和有妇之夫有染 那可比琳娜和有妇之夫有染 更加地震撼了吃瓜网友 毕竟琳娜走的是性感美艳路线 本身给人的印象 就不是那种清纯型的女明星 可是陆青莲不一样 陆青莲走的是清纯路线 经常是给人塑造出了 文艺女青年的形象 常年致力于公益活动 为了给自己树立人设 她还曾跑到了山区 去支教国三年 头两年她一点通稿都没有发 一直到了第三年 才恰好地被当地的记者拍到 曝光出来 帮她捞了一大片的好感度 陆人员是琳娜比不上的 她突然爆出这么大的丑闻 别说是网上震惊地纷纷吃瓜 就连圈内的记者媒体们 也是她吃一惊 他们倒不是吃惊陆青莲被人包养 这个圈子里的女明星 哪有没有后台的 混到一线的 除非你的家庭条件特别的好 有足够的人满资源 让你在娱乐圈里横着走 要不然你就只有妥协 遵从这个圈子里的规矩 陆青莲出生于普通家庭 父母都是工人 不可能给她提供多少帮助 她本身在娱乐圈里 也不是属于那种 长得特别漂亮的类型 能够走到今天的地位 那除了本身的实力之外 背后的金主 那是换了一个又一个 才能够让她逐渐地走到今天 她的经济团队 非常擅长解决各种黑料 在圈子里那是出了名的厉害 圈子里的人吃惊就吃惊在 这一次抱出陆青莲来 一向人脉宽广的陆青莲团队 事先居然一点准备都没有 直接就被人给抱了出来 此刻闻风而动的狗仔们 已经开始往陆青莲片场 去赌人去了 都想要争取拍到第一手的八卦 而在陆青莲今天拍摄广告的现场 一辆不起眼的大众车 在大部队的记者赶到之前 悄悄地开出了片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赌人